这段时间由演员费翔出演的电影《风声口碑》和票房节节攀升成为鼠气荡的黑马 在录演时费翔接受了媒体采访并首度回应了有关国籍的 争议引起了大众关注 当天费翔穿着一身鼻挺的西装 身材高大魁梧 留着落腮胡 尽显成熟男人的魅力 现场有观众在采访时 向费翔抛出了国籍这一敏感的争议性话题 听到这个话题 费翔先是承认了自己的美国国籍 他表示 我的父亲是美国人 可是呢 我很有幸 我母亲是中国人 所以呢 我有中国的血 在我心中 在我身体里 这是我最骄傲的一件事情 说这一番话时 费翔捂着胸口 言语诚挚 他虽然不是中国国籍 却仍有一颗对爱国心 为自己流着中国血液 感到自豪和骄傲 台下的观众听见费翔这番话 都忍不住喝彩鼓掌 身旁的同事也为费翔鼓掌 他看见观众这番回应 也露出了开心的表情 作为曾经八九十年代的顶流 费翔深受老中心三代的喜爱 他的歌曲《故乡的云》 冬天里的一把火 红遍大江南北 演技也不俗 这次现身入演 有许多中老年粉丝 远隔千里奔赴 只为看他一眼 费翔也丝毫没有架子 和大家亲切交流 合影留念 因为母亲和外婆都是中国人 还有许多亲朋好友 也在中国 费翔也表示 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 能回中国来 就算是不工作 没有合适的舞台 也能回来和好友相聚 转眼间 他也是六十二岁的人了 至于以后的养老计划 他坦言 想自己的晚年生活 多花点时间在中国 这是他的一大心愿 这些年 费翔一直定居在英国伦敦生活 他住在豪宅中 经常玩外出旅游玩乐 生活过得惬意悠闲 模样也愈发的帅气 我们也期待看见 费翔给中国观众 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欢迎他常回中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